大画家梵谷生前大概从没想过 他的两副不起眼作品 在先后的仅仅三个月内 会成为世界上售价最昂贵的名画 今年三月 梵谷的另外一副作品《向日葵》 才以四千万美元的创纪录价格 被日本的保险公司买下 同样也是英国的克里斯蒂拍卖公司卖出的 据这里的拍卖商人表示 从1980年以来 七年之间 已经有不下十五张名画 都是以超过四百万美元的身价 流入到私人收藏家的手中 艺术品交易的价格节节暴涨 不见得有人能够说得出个理由来 唯一的解释是 太多的有钱人有太多的钱 来满足他们的欲望 而这对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画廊来说 绝对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情势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势必越来越多的名家作品 将永远不再有公开陈列 供大众鉴赏的机会了 英国政府到现在还暂时拖着 不合发向日葵的输出执照 目的就是希望有哪个美术馆 也能拿出四千万美元来 留住这幅作品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谁有勇气 愿意跟日本商人的雄厚财力 做一番较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